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由董总中学生刊物制作播出的轻松学马来语节目 我是主持人 叶 本期学马来语节目呢 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议题 是近期在本国引起高度的关注 而且呢多家媒体还以这议题作为封面报道 那为何会引起高度关注呢 因为中国是央大国 又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再加上呢 马中两国斑交源源流传 有中国高官到反 所以必定会得到一定的关注量 那本期节目呢 有的是常驻嘉宾 具有法律专业背景 也是同声传议员 明道财老师 老师您好 嗨 影业你好 大家好 在这个议题呢 我国首相 Ismail Sabrit Yaqub 在7月12号 大约上午4点半左右呢 在他的脸书专页 以马来语发了贴文 也大约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就是中国 和这个外交官 也是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委员 国务院党组成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 前来拜会我国首相 那这边要请问老师的是 可以与我们复述 在这个贴文 他整段马来文是 如何来撰写 跟这个其中的含义是什么吗 让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一起学习马来语 是的 那么我们都看到呢 首相Ismail Sabrit 他的脸书呢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大概有140万 140万个人追随他的 这个粉丝 所以不可说影响力不大 那么你们就看到了 那么当然 我本身呢 也是相当有意首相 他在脸书发表的贴子 那么我在当时候呢 我就看到 首相在脸书上 当然他是写马来文 他就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就先说一说 里面这几个 一般上我们说 昆仲安来讲呢 就是拜访 那么很简单的 如果说哈里拉亚的时候 开在街的时候 给德蒙文中意 昆仲安 昆仲安的大幕 就是有客大法 昆仲安 如果叫一个昆仲安呢 它就是礼貌拜会的意思 通常呢 在外交的这些 国与国之间的邦交之中呢 我们都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景 就是我国首相呢 历届的首相来呢 都有外交的这些官员呢 可能是部长 也可能是他们的国家元首 等等的都来这里 他们可能 没有商讨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们因为 元首或者首相呢 毕竟是国家的一些 重要的领导人 那么所以呢 他们就会礼貌拜会 就是可能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打个招呼吧 我来你这里 我来你的国家 我就知会一下 虽然可能和我真正 谈共事的呢 是属于一些部门的 部长级的 或者部长以下的 秘书长之类的官员 但是因为我尊重你的国家 所以你是首相 或者你是元首的话呢 我都会去礼貌 打个招呼 PYT呢 大家不方也学起来 他其实就是英文的 那么中文我们翻译就是 如果是女性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说 也就是 那么通常 这些属于一些 比较有高的地位的 马来文来讲 一般上我们说 端端的 拐一拐 就是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 先生们 如果我们要特别 有一个贵宾的话呢 我们要给他一个尊称 比如说 国务委员 王毅 阁下 那个阁下呢 就是TYT的意思 断养头大门 但是这里呢 同时我就发现呢 可能有一些 字面上可能用得不太准确 所以我在看到首相写 本阿西哈 哪嘎日的时候呢 我就去查了很多 甚至去中国的官方网 上查 王毅阁下到底是不是 中国的国家顾问 还是他受新委任的一些 什么样的职务 我就看到没有 所以呢 可能呢 我怀疑呢 就是在这里翻译 就是出了一点问题了 因为如果 本阿西哈 哪嘎日 很明显 很确切的 他的意思就是 国家的顾问嘛 但是王毅呢 我也很肯定 我看到了 他的确是国务委员嘛 所以我就对照一下 英文的STAR呢 他也是写在一个 STATE COUNSELOR 所以我就更加肯定呢 这个马来文呢 在这方面呢 可能他的用法呢 就不太准确了 所以接下去 我们看 MENTRI LUAR NEGREI REPUBLIC RAGYA CHINA 所以这次就是说 中华人民国的外交部长 所以他整句话的意思 就是这样 好 说到这个STATE COUNSELOR 那个里面的这个STATE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 也是会搞混 尤其是我们在填写 那个表单的时候 那到底这个STATE 我们是该填写的是 所在州属 还是国家呢 这个我们要来 怎么去区分 这两者的不同 好 首先我们说一说国情嘛 因为马来西亚是属于 马来西亚联邦嘛 马来西亚联邦 有这个十一个州 还有两个邦 这是我们上一任的首相 穆毕丁 他是说 沙巴和沙拉约呢 他们其实不是我们的州 他是属于我们的 这个平起平坐的邦 他是这么说了之后呢 但是后来宪法上面呢 也还没有正式修改 但是呢 基本上来说 马来西亚呢 有很多州属嘛 所以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 一般说我们说STATE呢 我们都知道是州 Negree 因为我们都有州政府嘛 比如说雪州州政府 斯美兰州 还有这个柔佛州政府 但是如果从英文的语法来看呢 其实这个STATE呢 他还有两个意思 他除了是我们马来西亚人 比较熟悉的州之外呢 他也是可以指一个国家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STATE COUNSELOR 所以STATE COUNSELOR来这里呢 他就是指国家的STATE COUNSEL 其实STATE COUNSEL 这是一个非常已经约定属成的词 就是在中国 它就是指一个国务院 中国的国务院 那我们知道中国国务院里面 最高的领导呢 就是李克强总理 我们有国务院总理 国务院总理呢 下来呢 他有四个副总理 然后呢 还有五个国务委员 所以这个国务委员呢 我又看到一些资料呢 他的这一个地位呢 也是和副总理是 SAMATARAF 是一样的 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不是说这个 DATOSI HADRI-R1 是这个远派区 中东的这个特使吗 所以他的这个地位呢 他的薪水呢 他的待遇呢 就是部长级的待遇嘛 这个我们都懂 所以为什么你看 中国他们那么在意 就是他们说 我们王毅是state councillor state councillor come foreign minister 就是他还要把这个state councillor 摆在外交部长之前 所以就可见 这个国务委员的重要性 其实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国务委员真的是一个 权力的核心来的 所以中国目前有五个国务委员呢 他的地位呢 他都适合副总理 deputy premier是平起平坐的 所以他副总理 他大概的地位就等于我们的副首相吧 然后他的总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呢 大概就相等于我们的首相吧 当然因为我们的政治体系不同 所以不能够完全这样子做比较 但是就是他的那个高下的 他那个程度吧 所以他们都说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所以由于他是带有这么一个重要性的话呢 所以我觉得马来文呢 这里就更加应该注意了 好的 这里要再一次请教老师哦 那个国务委员和国家顾问 因为他在中文的字面上 他其实是不同的那个意思 但是在马来语的翻译呢 都是用 还是国务委员 他是玩意阁下的这个直写嘛 正确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去使用呢 好 如果是说国务委员呢 马来文来说 他应该就叫做 所以我们这个国务院呢 国务院呢 我们就把它翻译成 然后他是这个国务委员的话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是比较贴切的说法 网络上的确有一些网站呢 他们也是这么说 网易就是阿利 马吉利斯尼加尔 所以这个已经有人在使用了 就是这个肯定是 比本纳西哈尼加尔是更正确的叫法 好的 接下来有在老师的这个文稿里面呢 有看到老师有写了 有几段的这个埋文跟中文的翻译 那其中也提到了许多的对话内容 比如说像是我国首相 与网易阁下的这个对话内容 其中提到的是 他希望网易替他传达对中国国家主席 也就是习近平和这个总理李克强的问候 并希望能够在近期内拜访 习近平主席跟这个李克强总理 那这样的一个对话 这里可以请老师来帮我们 就是用马来语来复述吗 好的 那么在首相的脸书的贴纸呢 首相也有提到 所以就是也的意思 我也向习近平主席 致以亲切的问候 就是如果我们英文讲呢 客套话来讲呢 比如说如果是英国的外交部长来 来访问的话 我们可以说 我们首相也说 Please send my warmest regards to Queen Elizabeth 就是像你们的女王呢 也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这样子 但Premier李克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他的那个国家领导人呢 他有President 习近平 President 其实这里就是指 国家主席 然后Premier Premier李克强 Premier就是总理的意思 也是刚才我提到的 国务院总理的意思 然后第二句呢 手下也提到 我访问阿拉伯 我访问阿拉伯 RASMI就是正式的官方的访问 在今期内 然后在进期内 然后在进期内的参加联系和Premier Lee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的 参加联系和Premier Lee 也就是礼招拜会 所以我突然向前提到 吩咐 selamat kepadaPremier Xi Jinping 和Premier Lee Keqiang 所以我拥有本事 这就是他的马来文的说法了 这里老师有提到的两个字 那就是Premier跟Premier 也就是老师刚才有解释到的Premier是主席 那另外一个是Premier 也就是指的是总理 但是我自己也找了 他这个Premier也可以是代表首相的意思 那说到这一个呢 他记得先前马来西亚的这个沙拉月首长 先前呢 他就是以首席部长来著称 那没有记错的话 在今年二月 他改为总理 也就是Premier 请问老师这样子的转换 他其实是有怎样的区别跟特殊的意义呢 正如我刚才有提到 我们的上一任首相 也就是慕尤丁 他在他任首相的时候呢 他有提到 有一次他到东马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西马呢 其实呢 我们来半岛呢 和东马所谓的两州呢 之前我们时常说 沙拉月州 还有沙巴州嘛 所以就是慕尼丁 他说 其实我们不能够把沙拉月当作是一个州 沙巴不能够把你们当作一个州 你们是邦 所以呢 马来西亚联邦呢 应该就是由这三个邦 联合起来的 所以叫联邦嘛 所以我们马来半岛是一个邦 什么南中马来西亚 沙拉月也是一个邦 然后沙巴也是一个邦 所以呢 就可能我们的前首相 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之后呢 沙拉月觉得 其实沙巴沙拉月人呢 基本上呢 他们都懂的 其实我们邀请 所谓的邀请沙巴沙拉月独立的时候 的确是有写过一个 叫做Malaysia Agreement MA63 MA63 如果我们有看到这个媒体的话 也就是说1963年 当我们这个马来半岛邀请沙巴沙拉月 还有新加坡 大家不要忘记哦 新加坡也是在1963年的时候呢 加入马来半岛 新加坡沙巴沙拉月 这四个地方呢 联合在一起 所以呢 那一天呢 也就是9月16日开始呢 才是正式成立了马来西亚 所以在1963年之前呢 我们都只是叫做马来亚 马来亚 就是我们1957年独立嘛 所以都一直有一些争端 就是说 马来西亚到底是哪一天独立呢 一向一直以来 我们都说是8月31日 而后来呢 沙巴沙拉月的人又说不对啊 8月31日的时候 那不是我们加入成为马来西亚的那一天呢 因为加入成为马来西亚是在9月16日 沙巴沙拉月连同新加坡 还有半岛我们联合起来 这时候这一天 1963年才出现马来西亚 1963年之前都还没有马来西亚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原本呢 沙巴还有沙拉月呢 他们都叫做 Kedorman Tree 也是首席部长 但是在今年2月起呢 沙拉月的州议会呢 他们就修改他们的州宪法 2月15日的时候 修改了他们的州宪法 说以后我们沙拉月的州政府的这个首长呢 我们就不要叫做首席部长了 我们要叫总理Premium 为什么我们要叫总理呢 以显示我们沙拉月呢 和西马半岛呢 我们是平起平坐的邦 所以你们那边是首相 我们这里呢叫总理 所以就搞到我们可能就越来越混淆了 有很多人 为什么马来西亚有首相又有总理 那么当然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我们比较容易明白 但是担心在短期之内呢 可能或许还是会对海外的一些朋友呢 他们还是可能会误解 还是他们搞不懂的 好的 这一边看到整篇文稿 看到比较有趣的是 老师有提到的一个 是叫做英式马来语 这边要请老师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英式马来语呢 比如说这一个首相的这个文稿 其实不懂是不是他自己写 他大概也是有秘书般他写吧 因为首相日理万机 可能他没有时间就是亲自去 打这一个上这个帖子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段呢 在首相的脸书里面 他写 因为我们英文我们很关键的就是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I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to you for helping us 所以就是我向你致以万二分的谢意 所以你看我们中文我们都不是说 表达我的感谢嘛 所以我们是说我就直接就是向你致以谢意 所以我个人认为它也不是一种比较口语化的那一个马来语 它是好像是似乎是从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那边直接翻译过来 当然它是没有错了 如果说说的比较口语化的应该是 或者是 这一些才是比较低套的马来语 马来人就是这样讲话这样思想的 所以如果你讲 我个人就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应识的 就是从这个 Express our gratitude 或者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英文才通常是这么说 但是当马来文这样讲也没有错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有时候我们做翻译 或者我们要用这一个语言的话 我们毕竟还是要去多读多听 所以我们讲出来的那个马来语呢 才会比较像是真诚的马来语 因为可能这例子太多了 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们讲英语的时候呢 这个怎么你的英语讲的 好像是从华语直接翻译过来 或者是受英文教育的人他讲华语 那个华语讲的乖乖的 好像就是说平时我们都不会那样讲 所以这一点就是鼓励大家 就是多听多读 所以就讲一些比较像是传统的 那个应有的那种马来语 好的 谢谢老师为我们举例了这些例子 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希望两国的相会 可以让两者之间达到更好的合作 也让马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就像王一阁下所说的 能提升与我国的双边关系 尤其是在这个两国都面对许多挑战的期间呢 像是全球通货膨胀的这个问题 还有粮食安全问题 这些问题都希望可以找到更合适的方式 来减轻人民的负担 节目来到最后呢 也不忘提醒您可以到董总或中学生官网 收听先前已发出的 轻松学马来语节目 还有更多由董总中学生刊物 制作播出的podcast节目 也可以到脸书搜寻 轻松学马来语 由明道财老师带您学习马来语 轻松学马来语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空中再会 也感谢明道财老师 好 谢谢大家收听 再会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